《大陸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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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象中可能是一個特別科幻,一個巨大的機器 讓我會躺在裡面 有一些什麼儀器掃描 最後咫咫咫就出來一個報告單 會抽血吧 填很多很繁瑣的表格 經過漫長的等待,然後再告訴你一個結果 我想知道我有沒有貴族血統 我想知道自己有沒有藝術天賦 我就想知道我為什麼這麼胖 我想知道我更適合做什麼樣的職業 我們家有孝傳遺傳史 我女兒現在兩歲了 我就想知道會不會遺傳給她 想知道自己和愛因斯坦經有什麼不同 基因檢測它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對基因的檢測方法 最早我們應用於科研領域 在醫院主要應用於臨床領域 隨著技術的發展 現在還有面向大眾的消費級的基因檢測 可以檢測一些疾病的風險 以及人群的一些特質等等 我曾經那個體重將近200斤 也嘗試過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減肥 但是都沒什麼效果 我有一個怎麼吃都吃不胖的閨蜜對我說 說你要不要去做一個基因檢測 看一下你是不是屬於易胖的體質 結果出來以後 我發現自己對維生素B族的需求過高 對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都過於敏感 基因檢測實際上是對我們遺傳物質的一種檢測 我覺得意義最大的還是一個對疾病風險的預測 那麼比如說我們有一種疾病的風險 但是在當下有可能並沒有體現出來 那麼我們體檢就沒有辦法進行檢測得到 但是通過基因檢測我們會知道這個風險 我外公他有80多歲了 前幾年突然就出現這種記憶力衰退這種情況 有的時候我站在他的面前他都不認識我 醫院初步診斷說他得了阿爾茲海默症 也擔心自己是不是會遺傳 所以去做了這樣的一個基因檢測 結果我是阿爾茲海默症的中等風險 風險度要比普通的正常人高三倍 原基因的咨詢師跟我說這個病情 先天的一個遺傳和後天的環境都會有影響 那我就比較擔心我的女兒會不會有這方面的遺傳 所以我給我的女兒也做了一個基因檢測 結果呢我女兒是沒有這類病的風險 所以我現在很安心 我是一個非常注重自己身體健康的人 生活中不抽煙也不喝酒 之前每年都會去做體檢 都沒有檢查出來什麼問題 之後有一次偶然的機會我了解到了基因檢測 我也去做了嘗試 結果在我的報告上顯示 我PoLE的基因存在致病變異 它會讓我的患結之腸癌的幾率增高 在那之後 我有預約原基因的一對一溝通諮詢的專屬服務 然後我的諮詢師就建議我 在我25歲之後每一到兩年做一次結腸鏡的檢查 那樣會有效地防範我患病的風險 這樣我對自己的健康管理就更加有方向了 癌症 這是目前最關心的一種疾病 也是最嚴重的一種疾病 如果有癌症的風險 我們也可以針對這些癌症 進行針對性的一些預防的體檢 比如說女性的乳腺癌 乳腺癌它最關鍵的基因 是BRAC1和BRAC2兩個基因 如果發現了這個基因的問題以後 那麼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針對乳腺 有每年一次或是每半年一次的一些 比較敏感的檢測 通過這個基因檢測 就會得到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告 那麼能夠知道我們疾病的一些風險 那麼做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提高生活治療 是BRAC2和BRAC2 是BRAC3